除了自杀,破产都是新高,早几天看到的,我问你了,死不死 两年来的新高,两年了,刚刚就是你,两年了,你又无办法令破产不断升 五月晴请871宗,按月多了17.4%,800多宗,个人晴请最新数据 按年增三,一年来计增了34%,两年新高,今年首页之类 政府的反应是怎样呢?未能反映经济实货 那我们怎样反映经济实货呢?我真的不想明白 股市是怎样?股市当然不好了 柳市每天每个月看到它跌,尤其是近半年,辣椒用完之后 究竟跌到什么level呢?没有底的,就是呢,跌的时候呢 也都会带动一样东西了,就是那个楼价下跌 楼价下跌就会容易出现资不抵债 而出现资不抵债就会出现破产了 是不是这么简单呢?只是这么简单而已 会不会继续多呢?那你看楼价会不会继续下跌呢? 那会不会楼价下跌,而其他东西都很行 结果那些人还没射得死,还没射得破产 那香港就稍微好过国内的 就是你把那个楼给了银行,都还差它,它追得来 国内呢,现在呢就是供一世了,就是呢,不准破产的 国内就是没得,没得破产,是不是? 就是呢,楼债,是不是? 就个个人要,那些人问自己什么 没有这个破产制度呢,真的不太妥 没有得重新来过,那没有的 你是中国人呢,那层楼搞到你付了债呢 你又供不起呢,那就唯有什么都不管了 那当然你本来可以努力,起来,是不是? 然后,很多人可以的,就是 再打几份工,然后做小生意 还到那个楼债,或者不单止楼债,什么都搞定 不是,所有破产的人,你给他破产之后 很多人能够重新赚到钱的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有些朋友里面 那你有破产机就是让他重新再来,是不是? 所以破产不是一件完全负面的事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行呢,我也建议你 尤其是买楼,这个没得够了,已经 那你就快点斩了它,是不是? 然后破产,用破产的身份四年后呢 四年后就由头存钱了 不再买楼,最多不借钱给你买楼,银行 但是你可以重新,就是经济各样可以重新起来 很多人未,因为没有人会讨论这些 只是说,多少人破产,多少人破产 那破产的人怎么办呢? 他破产之后你怎么帮助他,是不是? 帮助他重新,就是有经济能力,有贡献的,是不是? 只是说,化产未能反映,就是实况,政府就说 这个实况是怎样呢? 那,诸如此类,就是财经事务局呢 那案及库务局都有讲话 单从个别月份下跌,就不是准备反映的 有学者就认为呢 就是因为有投资者没有做好风险管理 让银行召售 那就跟楼价又下跌有关了 那零售界邵家辉就说 业界在疫情期间复偿不至于期 那这个是个人破产,破产情情 清盘个案也都较多,两个人都加起来 破产和清盘,破产管理署 个人叫破产,公司叫做弯架清盘 那五月法院发出接管令,破产令620分钟 诸如此类,不读这些数据了,翻查资料 已经是2022年4月2年前930宗 现在已经是千多宗了,一个月里面 新冠疫情期间曾经高达两千多宗 不够董建华时候多的,他那时候跳楼 都有一些似的,现在自杀就不一定跳楼 但那时候因为经济不妥而跳楼的人是千多 我那时候是故意做过一个 那时候是2020年,特意去,那时候在大学嘛 互联网比较好嘛,可以上网出道快些 就是去看个人本地处那些 我们回归前,你知道破产是多少宗啊? 一年是十几十宗,一年是十几宗 所以我读了要读的,我叫做识的 破产的法例我熟的,那时候是 但是问题,你实际上没有人破产 但是一到董建华呢,闭家产了,那现在呢 也都开始出现了,是吧? 看看那些学者怎么说,庄泰亮就说呢 有变1917年金融风暴 因为当时呢,现在呢只是3%而已 还是低水平,我们当出来先吧 就是个人破产呢,就未必上升 但是如果他卖楼,楼有问题 多数是涉及这些 主要是如果个人破产是涉及投资 就是如果你没工做都不是主要的破产的理由 没工做,是吧?拿中环 所以都未必能破产的,是吧? 由于商业物价值急跌了 高位买入,这个就讲到了 有时资不抵债银行破孔就完了 那就是需要申请破产了,是吧? 也要访问一下李兆波,波波就说呢 破产造成一些上升,要个人有关,是吧? 没做了风链管理给银行工 长时间都有影响,高息,是吧? 没减换息,那又怎样呢? 就是呢,今次破产不算高 那不会大跌,过千钟就未必会,都九百多了 那他又说呢,目前呢,只为零售餐饮为主,是吧? 那有人关,有人开,诸如此类,是吧? 那全部都是不知什么事,就说 邵家辉又说,就是看磕窿啦,零售额啊 不升又跌哦,商业不会有什么正面信息哦 就是会继续跌,暂时又会继续跌呢? 那库务局呢,就直接说,就是有时会波动啦,单月破产啦 那就不足以反映准确,经济实况,那经济实况好还是不好呢? 各项经济指标的事呢,就现在是好的,复苏的 在宏观角度说呢,就是才可以说,是吧? 哇,又说了,跳 连挪旗都说你不行啦,但是他们走出来就说,我们GDP2.7,是吧? 失业率3,通胀温和,那显示,其实没有显示到任何东西 你经济不好呢,你都可以是这样的,经济不好的通胀不高啦 那些人不投资啦,稳稳稳稳啦,但是呢,失业率呢,就是高的就没了啦 高的就没了啦,低的就没了啦,但是你搞清楚呢,你整个社会呢 现在是每年在一两千亿代,就是那个情况呢,是吧? 不能够说好的,因为再跟着国内那些影响香港又怎样呢? 他们说宏观中向好,政府当然这么说啦,是吧? 那我的结论就基本上不是太负面的,都没到沙斯后 董建华那时候那个破产情况没到,但是已经是两年的新高啦 那阿超你上任两年呢,你只会令到,这个是重要指标来的 因为你上任两年完全止暴制乱之后呢,完全没法使得经济出现一个正向生长 现在你说不是最差的,不是最差的,你当时给沙斯之后啊 或者给十年、二十年这样给啊,都没什么东西好过以前的 两年来啦,19年,似乎香港二零年,19到二零年 不是很久的时间,我们还记得,似乎香港整体气氛好的昏水嶺 之后就向下走,是吧?一直走到现在 到阿超上场呢,我都说了,危机是更大的 因为他猜到底了,不懂想这些东西,都不想想这些东西 即是不懂想和不想,想怎样去改善那个经济情况 他就没有这个能力,完全没有 他请了个黄元山之后也没有,你看到的,没有任何巧 只想起这些东西纷纷,是吧?至于那些 其他那些契弟呢,施永青那些地产佬那些 就一直在想着自己的那个 而最后那招都出来了,切辣了,几个月了,继续下跌 是吧?负资产是越来越多的,将会 这个有没有办法阻止呢?如果要发生呢,他一定阻止不了 因为以他的能力呢,以前曾蔭权加这个任志刚的时候呢 还好,再加中共在背后,据说当年中共说我准备了很多东西 就是打退大岳,很有功劳的,这样说,这样说 那现在再有的又怎样呢? 现在不是开始说叫大陆你撥钱下来 买住香港的楼子,顶着先咯 到施老板都讲这些东西呢,是吧? 就是他这么厉害,什么招都没有了 香港做什么?你要什么政策呢?可以让楼价稳定回 不要说跌,升了,稳定回,就是这样了 出多少,买多少,是吧?不升不跌了 因为不升不跌,起码有个好处呢,就不会那些人失去预算 现在买了楼的人,这两年买楼的人,原来是两年前了 是最跌了下去,那你还说,哦,那份工有得工 但是它已经变了负资产,是吧?如果你跌得快,更加要call loan 那就更加灾难性了,那当然可能用行政手段 不允许银行call loan,诸如此类 但是整体呢,那个气氛一直跌下去 你一定有个方法,停止了解决它 香港,本来想说的,这个是法律上的重要观点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常识,国内的楼子这样 怎样?为什么它没有事呢?香港也没有来的 就是国内和香港不同,国内是没有摩基柱 摩基柱和它分期付款是两样东西 分期付款呢,就是借了一块钱给你 你一世都欠我钱的,是不是? 你等于朋友借钱而已,你当他定了利息 然后你就借了钱了 政府最多就逼他不准这么多息,但是你就借了 现在呢,这个楼子就完全不值钱了 就要你一路供下去,那它永远 甚至是跨一代 是不是跨一代?应该都不是的 但是很难说了,一世背借,这个是国内的特性了 香港就是一个破产制度,为什么我说这件事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香港是mortgage的制度 mortgage的制度是怎样呢? 就是你的物业的物权呢,其实不是在你的手里面 大家要搞清楚 我乘楼子我买了,不是你的,是银行的那层楼 知不知之间,大多数人 你只是subject to它拥有了物业 subject to你的right,你和它一个很复杂的合约关系 但是简单来说,subject to你的right of redemption 熟楼权 就是你还了那些债,你就可以熟一层楼了 那这个债就有多少年,多少息,那些就很详细了 有了法例保障,没有骗你 但是这个关系是这样的,物权就是在银行那里的 问题是什么呢?当你的物业跌价的时候呢 银行就有权提早问你拿债了 因为你已经,就是它的security就是你的物业 假设它不会,它不会 可能政府逼它不会,但是它有这个权的 你自己问了,陈柳本来你一千万买回来 现在只剩六百万的时候,是不是? 你还欠到很大的债債 如果你份工,政府工,除非你是政府工 你真的可以如常地工三十年 那你还可以不要失业,是不是? 一失业,如果你不是政府工,一失业就完 基本上呢,你银行call loan的意思就是叫你提早给 就算不call loan,你已经工不了了 你工不了的时候,你唯有就断工 我建议都是快点申请破产,然后四年后一条好案 你本工不是说你欠一两万工款一个月 而是你在说几百万债,而你又失业了几百万债的 那怎么办呢?所以就是这样 楼价铁铁铁对很多人的财务是一个重大负担 大陆就没有了,你欠了几百万,你永远要切法子还 反而干手就成了,那我就打工两万,还一万给你 我自己破产都是这样,大陆都不外如是 基本生活啦,我终缓生活啦 经理人工终缓生活,但是差价给了你 那我还可以尊严地生活如常地 不告诉别人人知你,还可以,还要租房住 基本生活需要,那些货产都是这样 就是你基本上有个合理的生活水平 那如果可以这样,就早点清掉它 但是你也是四年之后清掉了,你就可以重新 破产是一个好的制度,大家搞错了而已 一般人的意念,因为他不想你破产 但是我一向叫人破产 二十年前那时候我经常见到人跳楼 我快点破产,不加产 就是四年后就又投蹄过了,是不是? 你可以重新碰回了,是不是? 就是,就是如此啦 千万不要考虑我第一个话题 就是因为工不了了,或者财务出问题而自杀 也都不要亲戚朋友遮遮遮遮 打整班人心里有压力 很多人又不想啦,又不想和别人求救啦 或者求救也都无聊,无门的时候,就死了 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破产其实是一个在现代文明社会 西方发明的一个好方法 现在呢,大陆竟然说 子女还,紫宰富还,这些很封建的那种方法 很不现代的那种方法 好啦,虽然我看到现在,就是 第一就是,虽然是破产新高 但是都不算很高,是不是? 道高了,成千、成百 八百多人一个月 整万人一年,分分钟一升起来 但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呢 这些是不可,就是没得说的 会出现的,而且是没得避免的 尤其是你那个领导的,没办法 那你问一下他,阿跳 为什么缺路呢?那么多人 那些楼还在跌,资产就缩了 没有的,但是都有人靠那些 除非他,除非好像我那样 有一大部分,不可以这样比的 就是物业以外,我不会买另一个物业的 如果我买另一个物业就很大势 随时出现这个资不抵债 不是多,不是多钱,不是浪费命 只不过呢,投资在地产、物业 这些是风险极高的东西 因为你是用少的钱去换了一件很贵的 升起上来,你当然是无端了 那我变成千万富翁 升起上来也很快,是不是? 那么自己每个人要懂这些东西 就不能自己怨的,尤其是现在 你看到,整个趋势不是突然间发生 你听我的视频我都讲了几年 就是现在香港的趋势还是向下的 不是我想的,而事实是这样 而这个香港的领导层呢 是没有能力,不要说改变向上轨 天天说我们好了好了,明天会更好,香港更美丽 拉多些人就可以了,他想是这样 拉完就没事了,再拉多些越拉越旺 事实上反转了,越多这些盗贼如武 不同的盗贼,越多勇武抗争的人 越多出来抗议示威,越吵得更紧了 香港是越远远的,等这些 你想不成就拜托走,很简单的 循名扎实,对不对 说完了,今天长期了,乎乎乎乎乎 好,多谢大家,明天继续